2023年 歐洲與美國銀行接連出現危機 台股起起伏伏 接下來走勢會有什麼樣子的轉變呢 做股票真的不難 你只要掌握兩個買點就好 譬如說你現股可能漲一倍 你全證可能可以漲個三四倍都有可能 所以那一波來說的話 賺的大概約莫三四百萬 今天我們就找來財經專家黃世聰 不只要帶你用三個指標 看懂台股走勢 還要教你看準時機進場 獲利四百萬的秘訣 最近啊這個2023年啊 你看到從歐洲美國的銀行 然後甚至於台股這樣起起伏伏 所以我們這樣很好奇 因為其實在國外的這種 無論是結構性還是流通性的這種風險 那接下來這個台股啊走勢會如何 那這一波又會有多久呢 對 我們知道說其實最近 當然都知道說美國很多銀行 或是說歐洲很多銀行出問題 但是我認為說 其實這個跟2008不太一樣 就2008當時大家其實並不了解 金融體系的脆弱性 那經過2008之後 其實你可以看到美國聯準會或是 歐洲央行或是瑞士央行 其實都很快就出手去救 所以我覺得這個銀行的風暴 可以慢慢過去 現在反而比較擔心 我覺得有多空兩股力量在拉扯 就比較空的就是說大家都知道說其實現在看起來的話 美國的經濟看起來會衰退 所以大家可以注意到最近期美國公佈的各大公司的財報 大概都不太好 甚至連我們台積電也認為說第二季也不太好 所以看起來的話就是有一個空是 大家對於經濟衰退的壓力 還有第二季的這個經濟的調整 恐怕還沒有見到一個底部 但是有一個多是什麼多呢 多就是說其實我們可以看到說其實 這今年以來的這個利息不斷的升息之後 看起來的話在5月初這個美國升息之後 應該這個利息可能這一波的頂部就快要看到 你當時美國聯準會的說法是 大約是5%左右的這個數字 那可能接下來是一段時間是不會再往上漲 所以因為利率往上調的時候 資金就會回到銀行體系 我認為說可能不會再升息了 那我就可以把錢慢慢的從這個所謂的銀行體系挪出來 挪到哪裡去可能會挪到股市 那另外一方面來說的話 因為前一陣子的銀行的風暴 所以這個很多銀行很多中央銀行也認為說 我如果收太多資金回來的時候 萬一銀行再出一些差錯的時候 我可能會短時間之內 沒辦法再把這些資金放出去 所以相對一段時間我覺得資金會比較寬鬆 但現在讓大家不要忘記 接下來是美國即將進入總統大選的時間 還有台灣也要進入總統大選的時間 所以政策面其實是比較偏多 所以就變成是說一個短期的經濟的衰退 跟一個中長期的資金跟一個所謂的政府的行情在後面推 所以短時間可能會進入一個震盪 上上下下震盪的這個狀況 但是我覺得後來後面的一個所謂的比較偏多行情 我覺得是可以值得期待的 那施聰哥你怎麼看多空呢 因為之前您的書有提到用均線可以看多空的趨勢 還有什麼其他指標有用 對 我們通常其實呢 就我來講的話 我認為說其實趨勢還是最重要的 大一般人在股市或是說在投資市場 比較容易會迷失就是 你很容易被短線的行情給迷失 長長跌跌 但其實你要有一個心中一把尺 就是那個年限 我會抓大概約莫是200天的均線 就200天的均線它是往上還是往下 抓這麼長喔 對 就是它是定一個趨勢 一個力量就是年限往上 這個趨勢就是偏多 年限往下這個趨勢就偏空 但是你不是說只有看到年限往上就是多 不是 你要看到這個年限是往上 而且它的角度是有一點陡的 如果是平的 其實那未必有真正的趨勢會出現 所以你就看這個行情是往上還是往下 那如果我們用這樣來盤點 國際的股市來說的話 目前美國的道琼的年限是往上 美國的費城半導體的年限是往上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中國的股市是往上 歐洲的股市包括說英國還有義大利 或是說德國還有甚至是法國 股市也都往上 目前台灣的指數的年限是走平 所以也就是說接下來一段時間 如果能夠全面的 如果你看到一個指標是全部的各國的 均線的年限都往上走 那不用懷疑就是多頭行情又來了 那至於很多人會看所謂的KD指標 或是RSI指標 我覺得那些指標來說你可以參考 譬如說你可能用個年限當成是你一個 主要的多看空 然後用所謂的KD指 每一波的KD指來到低點的時候 年限往上 KD指往下走 走到相對低點的時候 我覺得都是一個買點的時間 我覺得這樣一個多跟空這件事情就 聽起來就有點混亂 有點矛盾 為什麼呢 你看博南克在他的新書裡面講說 FED為了要打通膨 他絕對他也允許美國的經濟衰退 然後FED已經出來講了就是說 這個美國經濟有衰退的可能 是 沒錯 可是我記得我士東哥在其他的地方 包括專欄很多都會講說 現在是投資進場的好時間 可是也不能瞎買嘛 那我們要怎麼樣去分配這個投資 對 沒錯 我覺得說很多人都說 好像經濟跟這個所謂股市會連接在一起 其實我提醒大家一點 其實經濟的數字 未必是跟股市最相關的 跟股市最相關的是金錢的流動 就是說如果你有錢的時候 這個股市就會漲 沒有錢的時候其實股市還是會跌 我舉一個大家可能會直觀上覺得很矛盾的 譬如說COVID-19爆發的時候 大家一定認為說這個經濟完蛋了 對 垮了 那股市也從 台股也從12000跌到8000點 垮了完蛋了會不會跌到更低 可是你看到接下來沒有 行情反而是從8000點一路漲到12000 因為油門踩到底的沖法 對 大家覺得很奇怪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美國當時把利率降到零 然後不斷地把錢放出來 所以當然就是在這樣推動之下 股市就會上去 所以我覺得現在大家可能會看到一個 很矛盾的點就是 經濟不好 接下來我們可能會看到很多公司股票都衰退 那為什麼股市會慢慢的 溫溫的往上衝 就是因為錢又開始放出來 那當然我覺得不能夠盲目的去買 我們一定要在股市投資的時候 我們一定要選那個年度最夯的幾個產業 譬如說包括說像如果以今年來講話 大家都會講到AI AI 太紅了 對不對 AI 軍工或是電力概念股 對不對 尤其是大家都一定會玩這個 CHAT GPT 對 然後牽扯到說 這個AI 人工智慧的新時代來臨 對不對 連伊朗馬斯克也要投資 那據我們一般人來說 你可能買台灣的AI股票 最重要的一檔就是創意嘛 對不對 3343的創意 可是很多人就說 哎呦 那一支股票一定一千塊 對啊 我買不下去了 一千塊要一百萬 都不敢看又買 沒錯 那漲跌那麼大對不對 而且對很多小資主來說 會覺得說望骨心態 我想要買這個創意 我也沒辦法買 那其實我覺得這時候呢 我們很多小資主 就要把權證學起來 因為權證它其實就是 可以用這個小小的資金去買 你買不起創意 你可以買創意的認購權證 那看多的股票 你用這樣子 用權證以小博大的特性 我覺得這蠻適合 甚至前一陣子 大家可能看到台積電的法說 假設你認為說 哎呦台積電 看起來它第二季業績不是很好 你想要去空它的時候 也是一樣 空的時候 你如果去空台積電的現股 我們現在做空成本 是比較高的對不對 你可能資金的 股票的百分之八九十 甚至一百% 才能夠做空一檔股票 OK 那你可以買它的認售權證 就權證你可以多空都做 而且用小資金去做 我覺得這個是蠻適合一般小資組 我們切入的一個時間點 市中間我們節目之前 其實有介紹過權證 但是我很好奇 您自己的操作的實力 就是可不可以跟我們分享 有一次很成功的經驗 然後你的關鍵是什麼 對創意是最近 但是我之前來說是做大力光 大力光 對因為其實在約莫幾年前的時候 那時候大力光一檔股票的公司的 這個股價值兩千多塊兩三千塊 那說實在來 你要兩三千兩三百萬的資金對不對 當時我就認為說 好那我們是用以小博大的方式 那我就買了大概約莫是 因為我們要權證有那種所謂的 一百股為一個單位的權證 或是說有一千股為一個單位 有各式各樣的權證 那我當時買了一百股的權證 那約莫是買了大概 投入的資金大概是一百萬左右的 那因為他後來順利的 就從兩三千塊漲到四千塊 那所以那一波 因為權證通常他的波動幅度 會相對比較大 譬如說你現股可能漲一倍 你權證可能可以漲個三四倍 都有可能 所以那一波來說的話 賺的大概約莫三四百萬 算還蠻成功的一個例子 對我覺得 權證如果你能夠抓好那個時間點 進場的時間點 其實通常獲利都是相當可觀的 你知道我們之後進行投資買賣 都知道要逢低買進逢高賣出 那現在一定有策略 大家都知道 可是都做不到 那四千塊的策略是什麼 對我覺得其實一般人都認為說 做股票好像很難 真的很難 其實我跟他講 做股票真的不難 你只要掌握兩個買點就好 所以兩個買點是什麼 一個就是突破買進 起風了 對 一個就是拉回買進 大家想說那很簡單 你講的很簡單 那怎麼去買 譬如說有一張股票一直在 一百一到一百二盤整非常久 突然之間他突破了一百二 而且那一天有量 你就可以認為說他可能就是個突破點 你可以選擇在那個時間點去買這張股票 這就是所謂的突破買進 那第二個就是拉回買進 就是說譬如說一檔股票從10塊漲到15塊 然後你當然不要去追 因為短線漲無成 但是如果拉回一半 拉到12.5塊的時候 那你就可以在那時候買 這就是兩個買進的時間點 只是一般人可能你 平常都聽了太多股票 而且股票才太多了 一千多檔了 我怎麼鎖定 我當然是要這樣子 可是好我就是看不到他 對 我就跟大家教一個方法 就是你把我們當初講的 索爾今年的主流股 剛才不是講的 AI人工智慧 對不對 然後軍工產業 電力產業 對 新能源 你就把那些股票看好就好 索備區縮小 對對對 你一定要這樣 因為我們知道 一般人在股市不容易賺到錢 就是你今天買這個 那天買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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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策略不一致 對對對 像我們要打擊也是一樣 你一定要進入好球袋 就是那邊而已嘛 對對對 你要進入好球袋 你才能揮嘛 對不對 所以你就鎖定那些 然後那些有進入 這個你的好球袋範圍的 你就去揮擊 其他的漲別都不要管他 我覺得其他的不用看太多 就跟我們的命沒有關係 對對對 因為很多股票都是這樣 那個年度最會漲的股票 大概就是那些股票 市長說那我們還有一個特色就是 必須問操作好的實力 也要問有沒有產培的經驗 我覺得權政有一個很好的一點 就是說因為他比較 價格比較少 然後他的投入成本比較少 所以基本上你會虧的幅度 也都相對比較有限 是 而且我很多人會做一個 權政的投資方式 但是我不建議啦 譬如說你買了一檔權政之後 你可以放到他結算為止 放到結算為止來說 就是可能要嘛 沒有到達履業價就是歸零 那很多人會把它稱為 叫做自動停損 因為他的損失就是非常有限 對 非常有限 最多就是歸零 他不會再虧 像如果你騎貨做錯方向 那個虧損會無限大 所以我覺得權政有好處就是 他的虧損會相當的有限 所以其實我在權政上面 小虧的經驗還非常非常多 幾乎是三不五十 就小虧三不五十 但是你要做到一個就是 虧損要有限的幅度 賺錢要非常大 所以我才說你要抓好那個買點 我曾經跟大家講過就是 你一定要抓好就是突破買進的時間點 或是拉回買進的時間點 那這兩個我跟大家講一個機率 就突破買進了 他的機率比較低 他大概十次可能對三次 大概就是這樣 但是因為你突破買進 他會賺很大的波段 但是拉回買進 這種他的機率大概80%以上 我可以跟他很負責的講 多很多 但是那種好像漲幅比較小對不對 對 他可能漲幅就會比較小 對 所以我才說 你可以挑你想要做的哪一種 譬如說我是比較 風險愛好者 你可以買那種突破買進的 都買權政了 對 但我覺得權政 我建議這兩個買點你都可以嘗試 因為可能是個股 譬如說個股你漲了一層漲了兩層 但是權政有時候 就可以漲到五六層以上 理解 對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用權政來操作的話 我覺得某些部分我反而會比較建議 大家可以用所謂的拉回買進 因為他的機率會很高 機率很高的時候 搭配權政去利用的時候 這樣你的勝率不但可以拉高 而且你短時間又可以獲利 那就接著這個問 是不是權政裡面有所謂的時間價值 內涵價值 對 他的到底是什麼 我覺得想說一般人家投資權政 你知道了解權政它的這個架構是什麼 譬如說我看多創意 那我就去買一檔這個創意的權政 但是這個權政裡面就有兩個價值 一個叫時間價值 一個叫內涵價值 一般人可能你要去看這兩個到底什麼意義 那時間價值是什麼意義 假設我今天我看多創意 今天創意是一千塊 那我買一檔就是創意的履業價是一千一的 我現在一千嘛 履業價一千一還沒到對不對 就你看多它 對對對 我看多它 但是它這個權政有假設它有兩塊錢 那這兩塊錢都沒有任何價值 這個就是所謂的時間價值 因為它還沒有到達它的履業價 但是你卻有那個價值 那就是時間價值 那時間價值通常都會 隨著你可能這個權政的到期日還很久 它時間價值就會比較高 因為大家期待它有一天會突破那個履業價 但是假設說 越到靠近所謂的到期日的時候 它的時間價值就會慢慢慢慢的減少 所以這有時候就是你要 這個時間價值你要留意到這個狀況 就一般人就不要去買那種 時間價值過高的 這就是這樣 另外一個就是內含價值 內含價值的意思是說 假設我還是一樣舉創意為例 假設今天創意是一千塊 但是我買了一檔權政來說的話 是這個一千塊的履業價的權政 結果今天創意突破一千塊 漲到一千兩百塊 那它這座權政裡面 它是已經有一個價值在這邊 因為現在的現價已經突破了我的履業價 所以我這個權政裡面就是有一個價值存在 那就是所謂的內含價值的部分 所以內含價值跟時間價值這兩個東西 我覺得要拿捏好 就是說你要拿捏就是說 如果我們在買一般我們在買權政的時候 你最好不要買那種內含價值過高 因為內含價值過高的時候 通常它的所謂槓桿的幅度就會比較低 所以你要抓好那個確切的時間 我會建議大家可能盡量買那種所謂的價品 價品 價品就是說譬如說我現在今天的創意是一千塊 那我就買大概履業價在一千 或是在一千出頭一點點的這種 或是有一點點價外的那種 就是還沒看到履業價 但是已經很靠近履業價 這種會比較好 譬如說我現在創意一千塊 我也可以買履業價六百塊 問題那個權政的價格就會 價格就會很高 因為它有很多內含價值 到時候賺錢的幅度就會賺得比較少 這可能是我們在挑權政的時候 你要稍微比較留意到的一點 可是因為權政好像有時間 它有時間的限制 有那個交易時間 那我覺得很多人也會陪在這裡 所以有一些薪水會以為 它跟存股一樣放著就可以了 所以我們到底對於這個交易時間 我們要注意什麼 對我覺得權政最好的交易方法是 你可以短線操作 短線 為什麼短線操作 因為權政 因為它是跟著母股在跑 那母股會漲的時候 它的這個權政的漲幅就會比較快 所以當然你第一個重點是 你要挑對母股 所以我才講嘛 你挑母股的時候 你一定要挑當年度最會漲的一些股票 而且資金集中在那個地方 譬如說現在法人都在挑什麼股票 你就挑 母股挑對了 你權政就是勝利的第一步 OK 對那好 那我看到這些股票 那我就可以平常的時候 我就注意這些股票的相對應的權政 對然後我去找一些 譬如說已經靠近的權政的價格 或是略為價外的這些這個權政 我去買這樣子 好那買了這些權政之後呢 你要怎麼去操作 就當然就是我剛才講到的 拉回 拉回的時候 對拉回的時候你可以去買 那拉回到什麼時間點 我給大家一個建議的一個時間 就是說 通常股票漲上去之後 如果你拉回到 我看不是說年限是斷多空趨勢 年限往上漲 它通常都會 股票都一直會往上漲 那往上漲的時候 它會有一個回檔的時候 那回檔的時候通常是怎麼樣 接近地板的時候嗎 通常我跟你講 如果它漲很多 然後它又回檔到底部 那個反而不是好股票 通常是它漲 譬如說漲上去之後 拉回一半 或是拉回三分之一 一半三分之一這樣子 譬如漲幅的一半 或是漲幅的三分之一 那都是一個非常好介入的時間點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說 你可以等這個回到均線 我跟你講年限是斷多空對不對 但是月線 就是月末是20日線 如果月檔股票漲上去 拉回到20日線的時候 然後亮縮指紋 我覺得那時候也可以買進的時間點 那你可以在那個時候去買進 你看好的權證 對這樣子當成一個狀況 另外一個就是剛才澤青有問到說 難道權證都不用停損了嗎 要吧 權證 我跟大家講 因為權證一般的時候 我們都希望說買進的時候 它能夠快速漲 所以如果你按照我剛才講的方式 突破買進 或者說拉回買進的時候 通常你往下設一個停順點 是可以設的 那通常我跟大家講 如果你是拉回買進的時候 通常不太需要設停順點 那幾乎都會再繼續 都會繼續再漲 對我覺得是這樣的操作方式 那至於權證的操作時間 很多人會說 然後我就放到到期 但一般食物上比較少人 會把它放到到期 就是因為它有時間價值 時間價值到最後的話 就會變零嘛 通常我會認為說 假設你權證買進去 母骨長了三五天 我覺得你權證也可以出脫掉 對就大概用這樣操作的方式 但是都要緊貼著母骨來操作 不用手他到最後就對了 不用不用 我是建議說 通常你都是做一個三五天的 短波段的操作 因為對小資組來講的話 其實我們要的也是這樣 就是說我可能希望說 在短時間之內 能夠快速獲利 拉出一波獲利 我就跟大家講 現股可能漲了10% 20% 權證可能會漲了一倍兩倍 這個都比比皆是的一個狀況 有沒有覺得今天又獲益良多 因為之前看權證會有點怕怕的 不知道該怎麼做 其實全證看似風險好像很大 但其實如果你了解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它的操作 操作的方式 靈活度 我覺得都比股票還要更合理 真的 謝謝詩雄哥 謝謝 好的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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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沒有想國待 謝謝 老師 真的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